老师 什么手面向的人做生意会赚钱 什么样的会赔钱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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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会赚钱会赔钱是以最后的结果来论 因为人生一定有起伏嘛 这个会赚钱人不是说一开始就赚钱啊 所以那开始他还是赔钱 然后起起伏伏 最后他的人生结局 最后的结果是赚钱 那这个赔钱也是 不是说一开始就赔钱 可能一开始他也赚了一点 但是起起伏伏 最后他人生的结果是整个大赔钱 才是符合我们的主题嘛 我上面这些会赚钱 下面这个是会赔钱 这个不是指现在 应该是指他一生中最终的结局 概观论定 这样说才合理 好 那我们先讲会赚钱的 就是人都是要赚钱 都是很努力的啦 很辛苦的啦 但是结局是会赚钱的 首先我们就直接看 我们手上的事业线 那这个事业线呢 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 命运线 所以表示他不一定是代表事业 也是代表命运 如果你的命运线事业线 是这样申名直上 往中指而来的 像我正在画的这种是 两手都要赚钱 可以算是最好最好的 那刚才H先生我已经看了啦 他还不清楚 他已经四十几岁了 五十几岁 他几乎都还 几乎还没有 他几乎都还不清楚 他这里就开始 上面这边都不清楚 他这边都还不清楚 不清楚是代表 表示你还没有掌握到 你自己的命运 因为他是命运线嘛 事业线嘛 我再强调这条线很清楚 不表示说你是做大老板喔 不是喔 当然也可能是做大老板 但是表示对你自己的工作 你很努力 很认真 然后完全的深入 然后能够掌握你自己 这条线才会像 现在我这么漂亮 那如果这条线呢 淡淡的或者不清楚 到上面来 依照他那个H先生 现在也四十多岁了吧 应该到这边 应该要清楚到这里来啦 但是没有 到那边他完全淡掉 你也拜託 你如果画得比方名好吗 不是啦 因为老师说的他真的很淡 所以我不能话很深 因为我这反应他真的 淡淡续续他到这边 左右手都这样 哦 史丹利的不用画 很深刻 史丹利你就把Gigi夹好就好了 哈哈哈哈 有没有 他看到他直接线 有没有 他的右手漂亮 但是左手我很担心 左手很担心 他的左手很担心 会等一下我下面这一张 他的右手 他的右手现在是这一边 所以表示说蛮清楚的 如果把Gigi控制得好 是吗 是吗 答应要正确了 老师 老师 老师我跟你说 这个BB我送你五百块就好 哈哈哈哈 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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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买 消音 消音 这个太好了 发应要跟神来 消音 我念一遍 G G G 所以就是把Gigi控制好啊 是的 两个都是合理啊 那是另外一件事啊 那现在是 那两个重点都是Gigi就对了 Gigi也可以好名 也可以让你下地 好 我们继续回到原题好不好 就说我们首先看一下 我们的事业线 或者命运线 像我现在画这样子的 它不管中间也许会跌倒 也许会失败 但是最终它一定大赚钱 一定是成功的 是这条线 那另外呢 那我用面相跟这个身体呢 来做个说明 首先呢是抬头挺胸 就平常你就抬头挺胸 看起来气于轩昂 非常有自信 气场要很强 对 我就是认为我一定会成功 我努力一定有结果 再去天开地后 天呢就是天隔 就是我们的额头要开朗 表示它有眼光 然后呢身思熟虑 做事情的决定非常的正确 地后就是下面的地隔 下巴 能够翻后 那表示它很稳重 做事情很成熟 然后很务实 所以最终它会赚到大钱的 好 那现在这是我用会赚钱的来讲 那相对现在这些事就是会赔钱的 会赔钱的第一项 事业线流入止凤 就是漏财人啊 就是这条线很努力结果 它不是没有努力哦 做生意一定是努力 一定是很辛苦的 但是它竟然跑到凤里面去 那这条线呢就是 Stanley的左手 我有点担心 它现在还没有接起来 哦对对对 是 所以刚才在录影前 我就跟Stanley讲 我说你一定要小心这件事情 怎么要小心 他说他还不知道 老师说我要怎么小心 让它不要接起来 我说没办法的 如果说是用你相信这种的话 你这边可能戴个戒指 把它挡一下 戒指 戒指 这边吗 要挡缝的地方 对你不是 你现在是 像你的戒指把它移过来 缝这边挡掉 啊 可能 那第二个是 戴不下 回去找一个大一点 好 戴宗旨就对了 对把这个缝挡掉 那第二个就是信心 你信心说我不会做失败的事情 我事情会很注意注意 例如说我投资的时候 我不会很舒服它 或者放着它不管 我认真盯着 我应该都不会投资任何东西 再强调这个做生意不一定说 你一定是自己做老板 包括你的工作事业都算 因为它也叫命运线的关系 所以是提醒你自己 所以其实你戴这个戒指 也是就提醒自己的意思 完全相同 OK 好 那么我们用面向 跟身体来看的话 首先你就是 这年轻人也会 全身体就是这样 懒洋洋的 精神不济 做事情得过 取过 算了 算了啦 苦 不要快 太苦了啦 我们不要去做那种 辛苦的事情啦 或者做事情焦虑不安 那当然你就不会成功 那么天载地说 天载就是天格 就是这边太低了 这表示目光如斗 就是看得不远 那如果第一说 就是这样下巴这样说起来 或者太尖窄的话 那就表示说 它有点悲观 多愁善感之类的 所以这个也是不容易成功 这两个来比较 这边是会赚钱的 这边是不会赚钱 或者说这边会成功的 这边可能是不成功的 再强调不一定 一定是做老板 包括你做任何事情 都可以列入这两项来做观察 艾滋宜 史丹利 右手牵膝膝 左手 把 弄掉咧 好 要死人就好了 好 好 好